夜里皇上来到如意房内 皇上揭开如意的盖头 里程之后众人离开 皇上和如意都十分劳累 皇上称自己如今才真正踏实了 不只是如意做了皇后 而是如意终于可以真真切切的 与自己在一起了 夜里如意梦到了自己的姑母 姑母称赞她 不愧是乌拉纳拉式的女儿 第二日重嫔妃来给皇后请安 纯妃提起 佳平今日打扮得十分娇艳 佳平称皇上喜欢自己穿正红色 如意说自己与皇上一体同心 佳平惦念皇上也是惦念自己 佳平又提起如今如意成了新厚 可却仍居住在旧店 海兰提醒 佳平却说序曲和嫡妻还是游走不同 还称民间便有填房的说法 如意却并不在意佳平的讥讽 还下旨赴佳平的贵妃之位 佳贵妃起身谢恩 如意命人送来给纯贵妃和佳贵妃的耳追 纯贵妃拿到的是玛瑙明珠耳追 可佳贵妃拿到的却是红玉髓的耳追 纯贵妃称自己感恩皇后娘娘的心意 即刻便将耳追戴上 佳贵妃说此物华贵 自己不敢接受 如意称自己以为宫中人尽皆知 红玉髓和玛瑙的区别 却不想佳贵妃竟认为红玉髓珍贵 把她当成了一部冬天的工具 讥讽她曾经暗害自己 如意如此便是要时刻提醒佳贵妃安分守己 荣沛亲自为佳贵妃戴上耳环 佳贵妃大怒起身于如意争辩 可仲嫔妃都纷纷指责佳贵妃 她也只能乖乖坐下 忍着疼痛任凭荣沛为自己戴上耳环 荣沛对佳贵妃 佳贵妃满腹委屈 在众人面前落下泪来 佳贵妃回宫后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想找皇上诉苦 一宽宫索索性表示 自己不希望如意为了给自己报仇 在宫中树敌 哈岚说如意此举 恩威禀师多位皇后教导妃嫔 就算是佳贵妃告到皇上那里 也不会有事 如意来到养心殿 皇上已经得知佳贵妃一事 表示自己也支持如意 对她加以贪压 如意表示自己是想借死 打压宫中仰仗母族的风气 皇上也十分赞同 称已将佳贵妃罚去闭门思过 皇上将如意叫到近前 说过几日便是自己的万寿节 自己已为如意准备了一份礼物 原来皇帝废除了冷宫 让那里的先帝嫔妃们 都去热河行宫养老 从今日起 宫中的夫妻一心 绝没有情断之时 皇上为如意考虑周全 让郎世宁为他们二人作画 还准备带她去五台山烧香 以告慰列祖列宗 如意十分欣喜 皇上带如意到草原上骑马 二人在天地之间驰骋 共同承诺享受到老 可嘉贵妃却日日受罚 跪在奉仙殿之内